才刚刚过中午 店家最后一锅尖角起锅后 老板就开始刷铁盘 准备提早打烊 进入知名的小吃店 因为国一大面积走山 这几天店家生意连带受到影响 像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感觉 但像最適合这两天走山的情况 有点在国道上 因为塞得很严重 那我们会比较担心说 如果要碰到假日的话 游客他没有办法 他可以进来 可是他会担心没有办法回去 而且会塞得很严重 那尤其是那个安全的意外 公安的部分 国道走山 金融交通比平常更塞 上班族怕迟到都提早出门 连早餐都来不及买 尖角生意也受到影响 原本应该会只剩下一半 预备明天的量 可能因为现在 因为今天生意比较好 所以剩下的菜都比较多这样 就怕食物卖不完 连备料都比平常少一半 而同样在金融庙口 摊贩说 金融一个月下了20多天的雨 这次又遇到国道走山 平常生意已经不好 周末假日 游客怕塞车不敢来 摊房加上下雨 让金融店家生意受到影响 民众和店家只能期盼 交通的阵痛期赶快过去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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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